大家好 咱们解放军海军政委袁华智将军 透露说中国第四艘航母的消息 咱们也讲过 印度媒体现在非常关注 想与中国较劲的攀比的印度 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消息了 根据印度时报的报道 印度前空军元帅阿尼尔乔普拉 他是在欧亚时报撰文了 说2035年中国将拥有6艘航母 届时解放军海军可以与美国海军抗亡了 另一方面也就削弱了印度在印度洋的压力 乔普拉在解放军海军政委 袁华智将军表态 技术上他推测 中国第四艘航母可能比福建号要大 排量是接近11万吨 而且配备核反应堆综合全电推进系统 这不是咱的话 是印度 印度的乔普拉他说的 而且主力舰载机包括歼15歼35空军600 还有隐身的无人攻击机 舰载机这个没什么意外 但是你说核动力是吧 11万吨 这个咱们拭目以待 我们全都要 尽管中国无法与美国还有他盟友在全球的经济综合海军力量上进行匹敌吧 但是解放军在南海快速建设 那么目前中国几乎控制了意岛链内的海域 包括南海 包括对吉布提 汉班托塔 瓜达尔港 也在投资 主要是我们要基于一带路 我们讲过我们中国海军力量是随着我们的商船走的 这和实际和明朝宋朝对吧 是一模一样的 唐朝是一模一样的 就我们的商人到什么地方 我们军队 当时唐朝时机是什么 是驼 驼队吗 自筹之路 我们的这个唐军是跟着我们的自筹之路 跟着我们商队一起到了这个中东一带的 那这一次呢 我们这个也是一带一路啊 对吧 中国海军 中国海军不需要像美国那儿啊 中国也跟大西洋那边啊 其实这个 也不需要全球部署啊 对吧 那主要是还是要控制西太平洋 印度洋北部这条重要航道嘛 所以主要确保中国通往波斯湾 这条海上航线啊 能够安全 当然这个乔普拉 他就是渲染说25年到26年左右 中国可能会在印度洋啊 部署一艘航母啊 35年的中国有6艘航母啊 这个我觉得 这个势头已经亲可见了啊 你看中国现在三艘 然后35年有6艘 那我必须同时舰三艘 和咱们判断是一样吗 得同时舰三艘啊 中国雄心勃勃的海军计划呢 他印度一定要比啊 对吧 说至少印度要三艘航母啊 否则啊 这个而且印度海军是科普融化了 要三艘航母啊 中国现在要建三艘 你印度也得跟 就跟着建三艘 就是要钱啊 乔布拉这个末尾啊 一样怪气炒中国威力论了啊 这也不是没理由 因为尽管现在中国和印度啊 这个只有两艘航母啊 但这个比不了啊 如果你算上英国买的那个大力神号吧 包括印度其实99年定下了 4万吨航母维克兰娜号的设计方案 同一时期中国只买了两艘退航母 就几乎号和明斯克号嘛 瓦联戈号要是2002年才抵达大连呢 那虽然印度啊 比中国早就定了航母方案 但是中国的航母建设速度是领先印度啊 瓦联戈号几十年就被改装成辽宁舰了 而且交付解放军海军了 而早几年开工的维克兰特号 直到2022年才正式服役啊 而且呢 就在这个这个时候 解放军第二艘航母山洞舰早已经服役了 所以第三艘的这个 服役号已经下水了 换句话说啊 就是印度折腾那维克兰特号的时候 中国已经建成三艘了 你可以想怎么比 那第四艘航母呢 也已经提上日程 乔普拉呢 也要承认中国的惊人成就 但这也是充满让他着急上火的原因啊 因为这个印度啊 连第三艘航母现在都没影了 对吧 有印媒放出消息 印度第三艘预计呢 就是一个常规动力的维克兰特级的啊 这个叫维莎尔号啊 也是个常规动力 可能要尝试加电磁弹射系统 而且呢 印度所谓的自然电磁弹射器啊 出现了一个啊 就维莎尔号建设计划啊 实际在印度光采购委员会那儿吃个闭门羹 什么意思呢 就是目前该部门同意 仅同印度海军建第三艘航母 但没有让他啊 就没有批准拨款 就是他这个电磁弹射器没有拨款 所以呢 国防部认为呢 建一艘维克兰特号航母啊 再见啊 你建了一艘了 你再建一艘无意识重复造轮的 你要给我再建一个新的啊 不过印度海军啊没有灰心 他呢 计划是啊 这个没有获得印度光部批准 但是现如今呢 他现在渲染中国威胁论啊 希望好像是从英国那儿要把31英镑那个威尔亲号给买过来 他准备就是直接不造了 该买英国的威尔亲号号 我这个概率挺大的啊 买一个30英镑那个威尔亲号号 这个概率挺大的 这个实际 实际整个的印度啊 这个 我觉得这个乔普拉 他这个话呀 咱们咱们能听一听 但是千万不要信啊 他讲中国啊 他讲这个中国什么什么威胁论啊 我觉得咱们啊 也没不要信啊 最近确实咱们威胁论来了啊 歼35现在又放图了啊 这个图呢 歼35这个照片非常清晰了 从机头的空速管已经取消 然后主起落架 采用双机轮设计 尾钩也就非常清晰了 对吧 至于这个动力系统啊 目前看应该不太重要了 因为这个双发舰载嘛 辽宁舰咱们能够起降 那基本上这个动力非常强了 那只弹仓是五代级标准啊 基本是四枚中矩空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啊 各都差不多一个弹药啊 也是啊 差不多咱们中国都能放进去的 外部的啊 这个外侧弹仓 他那应该是啊 这个进气道设计看的 正常是没有啊 主要是任务 定位是制空嘛 所以侧面这个弹仓就不要了 上舰以后配的是歼15 正好执行一个啊 它制空 然后呢 由炸弹卡车歼15来啊 执行这个投弹啊 这个现在还相当清晰了 咱们说这个中国啊 这个航母啊 进展速度这么快 印度人现在已经是 火急火燎了 据说这个印度还要吃 30亿美元跟中国啊 打太空战 啊 这个印度人是够累的啊 又要30亿英镑去买这个 维克兰 去买这个 意义扫尼网号 又要30亿美元跟中国打太空战 啊 印度计划呢 是啊 未来几年吃30亿美元投资啊 等于是要在航空啊 这个领域加强啊 这个啊 与中国的竞争 这是国防部参谱 国防部长阿尼尔乔汉在新德里举行的啊 这个国防会上发表的 他是说呢 印度不仅啊 继继续依赖外国卫星导航系统来满足啊 不能这么满足了 而且导航授权需 授时需求 包括由于印度在领域一直存在空白 所以必须要投资建自己的导航系统和反卫星能力 他没有明确提啊 印度发展航空航天技术是为了跟中国竞争 但是啊 这个 他认为呢 其实太空圈非常小啊 你再加上最近两年印度在月球啊 加折腾 美国已经开始意识到 他就是要啊 就是要跟中国竞争太空 所以美国人非常啊 非常有趣 他直接把这个标题写成 印度计划在太空里投资30亿 能赶上中国吗 就这种标题 你看防博星门啊 他就是这个标题 就是说中国有兴趣阻止对手太空里占据足导地位 就是中国要阻止印度 你说阻止他干嘛 而且渲染中国在太空部署200多军事卫星 说世界一半以上的情报监视系统 都在中国运营 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对地球 整个印太地区美军还有没有进行监视的 瞄准的 所以中国还有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反卫星系统 说相比之下 印度尤其不等啊 他是印度至今只有26颗军容卫星 第一颗军容卫星到26年才能升空 说要鼓吹印度要加大在太空资产的投资力度 保护力度 然后呢 加强和美国的太空联系 实际就是想把这30亿美元自己得涨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月球啊 月球是月球三号 月船三号实现了月球表面成功着陆嘛 现在看他应该是25年要实现独立载人航天了 实际就是什么呢 让这个 让这个印度啊 去加大投资来和中国竞争 来这个 等于是对抗中国 然后呢 让中国在这个未来的竞争工啊 和这个印度拼 而美国人呢 美国人躲到印度后边 就是拉帮结派嘛 我觉得现在看呢 根据啊 他说太空中一半军卫星 一半是美国呀 一半可真不是中国呀 印度人如果真的信了这个 你可以算一下 一半是美国的军事侦察卫星啊 而且美国是全球侦察 中国只是在中国周边 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想说的是这个 咱们的航母啊 对吧 现在看啊 印度这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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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吧 我觉得他已经讲了 中国就得搞三艘 我觉得这个是符合咱们这个之前判断 中国这个作为大国啊 全都得要啊 两艘核动力 一艘常规动力 目前看啊 我觉得大概率 还要以后 这是柬域数量 那是 明月 这位 显身